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六至七的第一部分 光的折射現象 我是台北市大理高中黃有志老師 在這一小節我們主要是要介紹 光的一些折射現象 在雨後的天空常常出現漂亮的紅與泥 那紅與泥分別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是一條看似積水的高速公路 那為什麼高速行駛的車子卻沒有水花呢 在一杯水當中它是怎麼折斷吸管的 又或者同學有沒有想過 棕熊捕魚為什麼會那麼強呢 在照片中有兩個可愛的女孩 那戴眼鏡的女孩 她是近視還是遠視呢 在這一節我們都會分別的介紹 首先我們要介紹光的折射現象 光由空氣進入水中的時候 會發生偏折的現象 這個我們稱為折射 那為什麼會發生偏折現象呢 我們可以利用車子的行徑來代表光線的前進 首先我們可以知道光在空氣中是速度比較快 在水中速度比較慢 所以同理在右邊的圖形 我們將車子分成快速區以及歸速區 當車子行駛到交界的地方的時候 同學會發現下面的輪胎變慢了 上面的輪胎維持高速 於是她行駛的過程當中就會發生偏轉 就產生了偏折現象 那我們反過來 如果車子由歸速區行駛到高速區的話 同樣的道理 上面的輪胎會進入高速區 於是速度變快 下面的輪胎維持原本的歸速 於是車子一樣會偏折 那同學會想說 老師 折射現象這麼複雜 到底有沒有規律呢 我們在上面畫上法線 同學可以發現 從歸速區到高速區的時候 它是由夾角小變成夾角大 同理 右邊的圖形 它是從高速區到歸速區 由夾角大變成夾角小 所以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規則 光的折射現象基本上 速度大的區域它的角度大 速度小的區域它的角度小 好 同學接下來我們進入 講解四身與時身 同學看一下 左邊這個圖 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如果我們去游泳池 或者是海邊吸水的時候 當我們身體進入水中的時候 我們的身高應該會變得怎樣呢 如左圖所示 我們發現我們的身高變矮了 這是因為 進入水中的身體 基本上它會變短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基本上跟我們之前講的折射 是有關係的 在這裡 我們利用水中的魚來講解 假設我們要去看水中魚的位置 好同學 我們回憶一下 我們眼睛為什麼可以看得到東西呢 那是因為 光線進入我們眼睛 我們可以看到水中的魚 這是由於 魚身上反射的光線 進入了眼睛之後 我們才會產生視覺 可是同學注意 上面的圖哦 當魚的光線 往上跑進入眼睛的時候 它是從水中進入空氣當中 那通過界值 不同界值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 方向會改變 產生折射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它是怎麼折射的 在水池當中的速度比較小 在空氣當中的速度比較大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從水池進入空氣當中 它的角度應該是變大 也就是偏離髮線 好 同學注意哦 我們的眼睛是沒辦法看到 光線會折射的 我們會覺得說 光線應該是直線前進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 魚應該是在圖片上面 這個位置嗎 其實不是哦 我們會覺得 光線應該是由我們眼睛 看到這兩條 延長線焦點 所發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魚 應該是處於這一個位置 而 實際 魚到水面的位置 我們稱為石身 我們看見魚的位置 我們稱為 石身 所以同學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從空氣 看到水中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我們看到的位置 是會變淺的哦 也就是說 我們進入 水中的身體 基本上它也會變淺 變短 所以 圖上的美女 不是腳變短哦 而是因為 光線折射的關係 好 那6-7的第一部分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第二部分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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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